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 类继承 这个概念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什么叫做类继承 知识点 就一个 类继承的知识 什么叫类继承呢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写了一个类 可以吧 这类里面有咱们很多的业务逻辑 没有问题 然后这类呢 咱们比如说开完之后 交给用户使用 用户也不错 使用了 然后使用了比如说三年 过了三年 因为这用户业务需求 变发生了变更 那么咱们需要修改这个类 那么就会遇到两个方法 第一 咱们直接修改这个类 然后增加新的业务需求 没有问题吧 第二 这类咱们不动 咱们呢 被这个类再生一个儿子 再派生一个 再继承一个新的逻辑 写到它的派生类 它的继承类里面去 两种方法都可以 具体在咱们 业务编程中 使用哪个方法 这根据您的系统决定的 比如说 咱们一开始呢 使用的是这个 MySQL数据库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类都写完了 突然有一天 日空说 我想把它变成这个 Oracle 为什么 因为MySQL不能满足 我现在也有需求了 该怎么办 咱们可以直接 把这个MySQL里面类的 所有的逻辑 咱们重新写一遍 写成Oracle的 也可以把这个类派生一下 然后呢 适合Oracle部分呢 写在新的类里面 都可以 这根据您的业务逻辑 根据您的业务选决定 但是呢 类继承的这个知识点 这个写法 这个做法 咱们要会 今天咱们就讲 类继承的做法 好 咱们马上看实验演习 没关系啊 什么继承 听不明白 没关系 咱们看例子 一看例子您就能明白啊 好 首先说 咱们看啊 首先我里有一个负类 这个负类和上期一样啊 Player 求原类 没有问题吧 有一个初期化的构造函数 有一个C海洛问好函数 还有一个自我介绍函数 但是和上期不一样地方是 大家注意看 介绍函数这我多了一个self 虽然这个函数体重 并没有引用到这个self 但是咱们这地方 我多了一个self 就这个区别 其他的和上期完全的一样 这个呢 作为咱们今天的负类 没问题吧 负类有自己的方法 有自己的属性 可以做自己的功能 没问题 好 那么呢 我为他再定义一个子类 怎么定义 看这个地方 Class 没问题 NBA球员 我这球员是各种各样球员 比如说足球 橄榄球 羽毛球 乒乓球都行吗 对吧 我这给他局限住了 我要NBA球员 因为球员嘛 很多东西都香香的嘛 对不对 有鼻子有脸 有胳膊有腿 对吧 那么我要定义NBA球员 NBA球员是有NBA球员 他自己的特性 对不对 好 那么我需要继承下player 继承什么 继承player里面 所有球员都有的共性 所以我要继承player 没问题吧 怎么继承 注意看 Class 新类NBA球员 然后括号 这括号里面就要填上负类 负类player嘛 就这个 所以把这个player名字填过来 后面冒号 开始定义类的体内容 我的新类都有什么内容 注意看 就两个 第一 我重新定义了构造器 这构造器呢 我刚上次跟您说过 两个下化线 然后INIT 再加两个下化线 这就是构造器 第一个参数呢 是SERVE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咱们还传NAME 没有问题 注意看 我在这个构造器里面的第一行 调用了什么 Super.initname 什么意思 是这样 我这个构造器 Super是什么 是负类 也就是说 我在NBA这个球员的构造器当中 接收到NAME参数 然后呢 调用负类的构造器 把这个NAME再传过去 那负类构造器是什么内容 就这个内容 让我这个球员类 有一个NAME属性 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 可以调用负类的构造器 同时 NBA球员 我还定义了一个category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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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英文发言一般 一般 不好听 我定义了自己这个category 什么 分类属性 因为我是NBA球员 所以我呢 自己定义的category 这个属性 它等于NBA 这个属性 注意 可是我负类没有的 是player里面没有的吗 对不对 player里面只有NAME 是NBA球员 NBA类里面有独有的一个属性 叫做category 等于NBA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intro 我的负类有个intro 对吧 是打印 我是一名球员 我是一个玩家 都可以 然后我的这个NBA player 我重载了intro这个方法 坏的想说 我不用负类的 负类的跟我现在想的不一样 我现在要重载一下 我重新要写一下intro方法 怎么写 注意看 这个地方 I am 让我把这个category 这是新的方法 给它加上 新的属性给它加上 我是一名NBA球员 自我介绍吧 对吧 如果只是我球员的话 这是我共性的player的介绍内容 因为我是NBA球员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要加上一个自己的category 这没有问题吧 我重写了 自我介绍函数 I am 这边加个A 加个A 确实是比较好 I am A 然后我是一个NBA球员 没有问题吧 好 我定义了一个新类NBA 该怎么用 首先说category 我定义category 没有问题吧 这个使用方法 跟咱们上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NBA球员的时候 我这个player的球员的时候 会传一个name 所以说 我定用库里 注意看 我库里并没有用到NBA球员 用到是普通球员 所以我传库里 打印say hello 打印intro say hello 跟intro 用的是player里面的say hello 跟intro 因为我的类实力是player 对吧 OK 接下来我重新再初始化一下库里 但这个地方注意看 我引用的是NBA的库里 那么我再打印下say hello 和intro会有什么不同呢 马上运行 看一下 今天我讲解的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崭新的概念 类继承 好 我把它拷败过来 以后咱们系统就越扎了 我会把这些文件都放到单独的外部文件中去 好 老规矩 咱们准备运行 这是今天咱们代码 首先 我先把下面的代码屏蔽起来 咱们先看 先看什么 先看库里 作为普通player的时候 会怎么输出 注意看 go hello query 没有问题吧 这是他的问好函数 然后说 I am player 这是什么 自我介绍函数 没有问题吧 好 然后呢 我把NBA全这个打开 注意看 注意看什么 注意看 我NBA这个类定义的时候 有没有say hello这个函数 没有 对不对 那么没有的时候 我定义这个NBA球员的时候 这个say hello这行会不会报错呢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继承了player这个类 player这个类里面是有say hello的 对不对 好 咱们运行一下 试试看 注意看 我这个是输出两段内容 第一段是库里作为player的打印出来的结果 第二是作为NBA球员打印出来的结果 看他们有什么不同 Let's go 大家看 他作为普通球员打印是hello Curry 作为NBA球员打印的也是hello Curry 并没有报错 为什么 因为他们调用的是相同的say hello函数 这个say hello函数都是在player这个类里面定义的 所以说他们输出内容完全一样 但是他们自我调用 自我介绍的这个函数可就不一样了 Corey上面的这个Corey呢 他调用的是player下面的intro自我介绍的函数 所以说呢他输出的是I am player 没有问题吧 这是应该加个A I am a player 没有问题吧 然后下面因为我是把库里初始化成NBA player了 对吧 所以说他在这样自我介绍intro的时候输出的是I am a NBA player 为什么 因为这个intro 注意看 这个intro它是player这个类里面的intro方法 为什么 因为我虽然继承了这个player附类 但是呢 intro自我介绍的这个函数 我重写了 所以说我既然初始化成NBA球员 他自然要对我重写后的这个intro函数 这个地方呢 可能对这个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 稍微有点复杂啊 没关系 您把我的代码一行一行敲出来 注意 不要拷贝 直接敲出来 手敲出来 加深您的理解啊 您就理解什么叫做类继承咯 OK 以上是我今天给您分享的 关于python类继承的知识啊 不知道您听没有 稍微有点复杂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在咱们面向过程 编程过程中所必须接触到的概念 您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客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